各位知音 各位同道 晚上好 说起来呢 我与龚王府真的有很深的缘分 为什么这么说 我的大学是在中国音乐学院 而当时中国音乐学院的附中就设在龚王府 而我的硕士研究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部也设在龚王府 至今龚王府已经举办了十二届飞翼演出界 但是呢 我已经参与了七届 七届就是七年 所以今天我可以这么说 今年的这一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用我们田青老师的话说 在这一场音乐会中主角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的传世民情 就如同龚王府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样 除了它的一个文物价值之外 是因为这儿留下了我很多珍贵的记忆 而情气也是一样 情气对于情人而言 不仅仅是一个器物 它就像人一样 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历程和记忆 所以呢 就像这一次修复 从去年五月开始 我和我的伙伴们还有张建华老师 我们和这五张情 共同经历了一年的春夏秋冬 我们也经历了它的身影 从不是太好一直到了现在 可以对于公众发声 可以说是唤醒的一个过程 今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原末明初的真趣 真趣是朱志元款的情 说起来朱志元款的情 其实很多 但真品并不是很多 因此这一张真趣情就弥足珍贵 而对我而言 真趣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真趣原来是夏以锋先生的旧藏 而夏以锋先生是我父亲 宁有人的老师 每次去弹奏他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我这位素未谋面的师爷 今天呢我将用这张情 为大家演奏我父亲传授的 《阳关三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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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嘉игр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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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